曾经三度获得广播金中奖肯定的资深艺人陈凯伦 戴着帽子在影片中分享心境和生活 更是说说自己离爱后一路走来的路程有多么辛苦 心情会有点低落是因为 真的作为任何一个不论是气贴 他鼻胃管或者没有办法自理的病人家属 不但是无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陈凯伦在影片当中心情是相当的沉重 而他在他的脸书贴文里面也是不断用重生育 来计算自己从11月中旬发现得到扁条腺癌的日子之后 到现在22号这天已经是第98天了 那治疗过程当中他的幼颈也是切除了12公分的肿瘤 那是有搭配吃化疗药物 一路走来是因为有太太的陪伴和协助 他感到是相当的欣慰 而有这么多的努力呢也是让他的病情本来被诊断14期 到开刀后医生评估变成一起癌症